如果月球的轨道发生变化 世界会怎样 自古以来 月球就是地球最忠实的伙伴 皎洁的月光 让夜晚不再黑暗 让相隔两地的人 有了精神寄托 由于万有引力的存在 月球可以围绕地球运行 高高挂在天上 而不会掉下来 然而研究表明 月球每年都会远离地球3.8厘米 如果在遥远的未来 月球彻底离开我们了 世界会怎样 其实 在月球远离我们的过程中 灾害已经发生了 由于潮汐力的影响 地球上出现了高低不同的海域 没有了月球 海水不再受到潮汐力的影响 它们会涌入其他地方 地球上一些沿海城市会被淹没 从此以后 海啸会频繁出现 自然灾害成了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 月球对一些夜行动物的生物中 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月光发出的光芒 可以指导这些动物 何时睡觉 何时醒来 没有了月球 这些夜行动物的生物中 会变得混乱起来 部分鸟类的迁徙 也和月球的运动有关系 那么 我们换一种假设 假设月球不再远离地球 而是向地球坠落 世界会怎样 在这种情况下 海水受到的潮汐力会变大 地球上面的海洋 会变得更加凶猛 整个世界地图 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随着月球和地球的距离越来越近 我们看到的月球 也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亮 与此同时 月球巨大的引力 会让地球上火山爆发 和地震频频出现 如果月球和地球的距离 小于一万千米 那么 月球就会达到地球的 落析极限 等待着月球的 将会是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 月球会被地球的引力撕碎 部分碎片 会落到地球上 人类建筑会遭到破坏 剩余碎片继续在太空中飘荡 最终会形成地球的星环 第二种结果 如果地球引力 不足以撕碎月球 那么月球和地球最终会相撞 这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 毫无疑问 是一场浩劫 月球的直径 是当初撞击恐龙 那颗小行星的300多倍 撞击产生的高温和气候变化 会杀死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生物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 更加有意思的视频